WBC世界棒球经典赛热身赛今天展开了 中华队要陆续对上古巴等强队 透过比赛来验收最后集训的成果 总教练谢长亨说 中华队的球员已经进入比赛状态了 就看临场表现如何 来决定正式比赛的先发名单 总教练谢长亨率领中华队全体球员 在高雄澄清湖棒球场 为三月开打的WBC世界棒球经典赛拿相祈福 希望能够在预赛起开得胜前进日本 而中华队从过年就开始集训 接下来要借着热身赛进行最后调整 曹总也相当有信心 以目前来看大家都进入比赛 但是练习就是你没有办法判断的很准确 当然要训练比赛才会看得出来 预赛中华队将要遭遇荷兰 澳洲以及韩国 先发人选已经大致底定 就看接近比赛的时候谁的状况好 先发目前是王耀林 王建民 杨耀勋 当然还有 比如说张仁和也是 罗锦隆跟也会 除了王建民跟郭洪志两大旅美王牌 中华队唯一的兄弟党 杨耀勋跟杨怠刚也备受瞩目 可以担任先发也能中继的杨耀勋 说自己最想投韩国 投起来的话可能会更亢奋 因为毕竟我们都是亚洲 我们都是在亚洲的话 就是说身材都差不多 而杨怠刚则是因为伤势还没有完全复原 没有跟着练球 但透过训练师的特别菜单 希望能够赶上比赛 现在中华队要进入一连串的热身赛 要在最后阶段验收最后集训成果 UDN TV 吴嘉佑 张振霖 高雄报道